罕见病多数为难以诊断和治疗的遗传性慢性消耗性疾病 患者经常被误诊或延误治疗 导致残障、生存治疗下降甚至危及生命 2021年12月3日 国家医保局公布74种新药即医保 备受关注的70万元一针的天价药 诺西纳生纳注射液也在其中 诺西纳生纳注射液是全球首个获批治疗罕见病 SNA的进口药物 2019年进入中国市场时 每针价格高达70万元 在经过八轮谈判后 该药最终以每针3.3万元的超低价 进入新版医保 很多罕见病患者和家属 听闻这一消息后都喜极而泣 感谢医保诗 我爱了多少年 太痛 我说好有油啊 谢谢 谢谢 而这一奇迹的背后 是国家医保局与企业 约90分钟的你来我往 分离必争的谈判博弈 你们要做更大的努力 真的不希望很多的套路 1580这个价格 好像你们是缺乏成的 需要在千位数上 还要有不小的努力 不小的努力 但是020这个价格 我觉得前面的努力 33000元一个证数 这是你们确认的最终报价 请确认 好的 请教 如果不用药 患有严重的E型SMA患而 在肌肉萎缩后 会出现呼吸推咽障碍 无法进食喝水 甚至会危及生命 而用药之后 可以有效遏制病情恶化 一般而言 第一年需要注射6针 此后每年注射3针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添加药 现在患病家庭 终于能用得起了 每一个小群体 都不应该被放弃 正如国家医保局 谈判代表张静丽 在医保谈判现场所说 人民健康至上 中国医保努力守护 每一位参保人的健康底线 这是不放弃 任何一名患者的决心 更是一个国家 对生命的尊重 愿罕见病人们 未来能获得更多的关爱 愿他们的生活 能拥有更多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